距离试炼结束还有段时间 经过众人一致商议 决定等明日天亮后分头行动 寻找秘境里的其他胡族 再将他们一并带去外界修养 乔妍将燕青与其他同族带进房里疗伤 之后便一直闭门不出 她身为唯一清醒的胡族后裔 得知真相后念及这几年的点点滴滴 心里必定不会好受 饶氏最粗线条的贺之舟 也对此心知肚明 没有去多做叨扰 这会儿天色已晚 每人都寻了个房间暂坐休息 裴妍特意替宁宁选了个安静的小屋 用除尘觉和扫帚毛巾细细清理后 才从储物袋里重新拿出一床被子 铺在床板上 等把她从一旁的木椅上再度抱起来 小心翼翼放上床铺的时候 裴妍下意识低了头 宁宁很轻 她在此之前对旁人身体的印象寥寥无几 无论是儿时流浪途中的斗殴 还是拜入师门后同门师兄弟的挑衅 遇见的人从来都是硬邦邦的 哪怕用拳头狠狠砸在他们身上 裴妍也不会心疼分毫 可当她抱着宁宁 却连一丝多余的力气也不敢用 放在她肩头的手掌软绵绵发着烫 让她前所未有的感到无所适从 怀里的小姑娘睡意正浓 身体柔软的像是摸不到骨头 当裴妍站在原地不动时 能听见她浅浅的 富有规律的呼吸 之前在喧哗的瀑布旁边还不觉得 如今那声音仿佛也带了点热度 轻轻经过耳畔时 让她无端有些躁 好奇怪 裴妍抿着唇 把视线从她脸上挪开 将宁宁平躺着放在床上 不慎熟练地替她噎被子 她打架和剑术都是一流 却是头一回为别人做这个动作 因而显得十分笨拙 小兮衣衣的样子 甚至把成颖逗得笑出了声 哎 我说裴小继 你不过是噎个被子而已 用不着这么正式吧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伺候皇帝呢 成颖的笑没停过 怎么 这么拘谨 不敢碰到她呀 她说这话时 裴继正把宁宁脖子附近的被子压平 文言冷声应道 皇帝算什么东西 呦呦呦 有骨气 不得了 她的笑声往下沉了一些 变得有些老谋深算 不怀好意 我知道我知道 没有谁能比得上宁宁 觉得她重要就直说嘛 咱们哥俩什么关系 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 想来成颖为了攀关系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之前还自称老娘 如今又成了兄弟 不知道今后还会变着花样 叫出什么称呼 真是生生辣耳朵 句句毁三观 裴继对她置若罔闻 长洁在眼底头下一层阴影 垂眼又看了看宁宁 明明不久前才刻意把目光 从她身上移开 她觉得自己真是心性不见 当她躺在床上时 整个脑袋都微微陷在枕头里 散落的长发便一股脑地 聚在脸颊两边 硬的银白色皮肤宛如美玉 视线粗略扫过 依次能见到小扇子一样 纤长的睫毛 精致的鼻梁与玫瑰色唇半 明明是与她截然相反的人 无论醒着还是入睡 都有内而外 散发着平易近人的温和气息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不像她 一直是冷冰冰又干巴巴 不会与人交往 也不懂得什么情趣 生命里只有 活着和练剑两件事 简直无聊透顶 裴继认真想过很多次 关于宁宁 为什么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近她 明明她什么也给不了她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而她身边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朋友 无论如何都不缺她这一个 即便如此 宁宁也还是会隔三差五去院子里找她 站在门口笑着挥一挥手 小失地 后来裴继想 也许宁宁之所以对她好 是因为她对每个人都很好 可她不想她对所有人都那么好 裴继被这个古怪的念头吓了一跳 有些困惑地皱起眉 正当她粗眉的刹那 躺在床上的宁宁也动了动眉头 轻轻摇晃脑袋 原来是几缕头发落在她脸上 被夜风一吹 就跟脑痒痒似的胡乱晃动 裴继的指尖稍稍移动 她右手往下落的动作 很快也很轻 等指尖恰好触碰到宁宁脸颊 整个脊背便显而易见地出现了一瞬停顿 当手指将那些头发扶去的时候 也在同一时间划过女孩脸上细嫩的皮肤 碰到了 宁宁的脸颊柔软得不可思议 只不过轻轻一扶 手指就会顺着力道疏地划下来 即便她迅速把手挪开 那一缕若有若无的温和柔软的触感 也还是残存在指尖 裴继向来厌恶旁人的触碰 可不知为何 这种感觉她并不讨厌 甚至于就算拥有更多 也不会觉得麻烦 她忽然觉得心里有点乱 你这算不算是 成颖没发现裴继的异常 努力斟酌此剧 悄悄摸了宁宁的脸 裴继这回终于对她做了回应 语气里是十足的不耐烦 住口 成颖没明白 这位小少爷 怎么突然就心情不好 眼睁睁看她沉着脸走出房间 急尽小声地关上门 直到瞥见她 紧紧抵在食指上的拇指 才猛然爆笑出声 不是吧 裴小继 宁宁这会儿还在睡觉 你都能自己 把自己弄害羞 要是等她醒了 你得怎么办啊 裴继一字一顿 眼底笼上一层杀器 闭嘴 也许是想起琴娘 宁宁梦见了 另一个世界的爸爸妈妈 她从小被宠着长大 后来身患重病 父母就更是操碎了心 可惜他们为她付出那么多 到头来却没享受到 一丁点女儿应尽的孝导 彼此之间早早便分别了 宁宁越想越难过 醒来时泪流满面 眼眶肿得像核桃 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接着睡着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只能透过窗户望见如今仍是深夜 等等 窗户 她之前不是和裴继一起待在瀑布边吗 莫非她转移阵地了 对了 在瀑布旁边的时候 她是不是被裴继横抱起来 而且还把脑袋靠在她肩头上睡觉 不对不对 头靠肩膀的那个动作 好像是裴继自己主动的 吧 她那时神志不清 半梦半醒 压根不知道哪些是现实 哪些是梦境 然而 无论其余的记忆是真是假 那个不由分说的横抱 都绝对是真实的 要是裴继当真把她的脑袋 放在肩膀上 啊 那也太 太暧昧了吧 宁宁越想越慌 干脆整个人缩进被子里 闭着眼睛在床上滚来滚去 把自己裹成了与残茧无异的圆滚滚一条 她模样漂亮 性格也好 从小到大收到过不少告白 却从没有恋爱过 不仅因为家里管得严 更重要的原因是 宁宁似乎很难对那些男生产生好感 不喜欢异性之间太过亲密的接触 也抵触目的性强烈的撩拨与示好 对一切花言巧语狂轰烂炸都一并免疫 可谓刀枪不入 软硬不吃 然而想起之前与裴继在瀑布旁的事情 却出乎意料的 好像并不讨厌 宁宁从被子里钻出脑袋 发着呆望像天花板 这其中一定有个合理的解释 也许是当时性命攸关 这些动作都可以被抛之脑后 也许是她和裴继有过命的情谊 也许是修真戒民风开放 男女之间 呸 修真戒在开放 能比得过二十一世纪吗 宁宁越想越心烦意乱 眼看睡眠已经成了种奢望 便顶着头乱糟糟的黑发 从床上爬起来 水晶阵眼被她锁破 如今两处秘境应该已经合二为一 而这栋房屋所在的地方 定然是湖族曾经一同居住的村落 村子被废弃已久 理应灰尘遍布 脏污不堪 然而这里却干净又整洁 床上更是一丝灰尘都见不到 鞋子被端端正正放在地面上 全然不像她平日里一脚直接踹开的习惯 直到这时 宁宁才非常认真地尝试思考 将她带来这里的应该是裴继 那收拾好屋子 替她脱了鞋噎了被子的人 不会也是她吧 应该不是吧 宁宁试着想象了一下当时的情景 总觉得很是别扭 裴继在原柱里 我行我素 活脱脱一个已见正道的杀神 哪里会是耐着性子 做这种事的人 可是 那床被子上 的的确却有属于她的味道 宁宁把自己整个裹在里面的时候闻到了 她想不出个所以然 因为那个梦又格外心情烦闷 无所事事之下决定独自出门逛逛 打开房门 入眼便是一处院落 院子方方正正 四周还围了其他几座房屋 正中央的位置生了棵已经枯败的大树 而树干旁 宁宁微微一愣 树干旁居然站着个高调挺拔的人影 正是裴继 现在应该特别晚了 天色近暗 连月亮都没了踪迹 只有门口的一盏长明灯还亮着 却将景色衬托得更加优异 仿佛深渊里燃起的一缕鬼火 周围游荡着血红色抹气 她怎么也不会料到 居然会在此时此刻见到裴继 略带迟疑地叫了声 裴继 你还不睡 说完又轻声笑笑 用开玩笑的语气问道 不会是在等我醒吧 宁宁的确是在开玩笑 而裴继也不出她所料 抱着见面色淡淡地应了句 不是 停顿虚余 又沉声补充 我睡不着 出来走走 我呸 还不是 你说谎都不眨眼睛的吗 一道中年男性的雄魂嗓音 在她耳边响起 满满尽是心酸愤慨 像打小报告似的 宁宁你听我说 这小子分明就是担心 你半夜突然醒来 要么不知道当下情况 要么灵气衰竭出什么岔子 所以一直守在这儿 她还偏偏不敢进你的屋 说什么男女兽兽不亲 我呸 可惜宁宁一句话也听不到 裴机面无表情 听成颖继续一份填膺的喊 看见她手里抱着的剑了吗 这小子怕黑 要抱着她才能一个人待在外边 可恶啊呀 害我也睡不了觉 这等了得有多少个时辰 老大叔也是要休息的好不好 你也睡不着 宁宁笑了 要不我们一起出去逛逛 裴机没了片刻 似是有些不情愿 嗯 成颖 呵呵 真实的秘境 比之前那个阴森许多 四下昏暗的像是恐怖片片场 只有几个挂在院门前的长明灯 吞吐着光亮 在这种氛围下并肩散步 没有太多浪漫可言 倒像是恐怖电影里即将领合范杀青的狗男女 裴机一直抱着手里的剑 偶尔垂眸不着痕迹地望她一眼 之前两人隔得远 加之四周黑蒙蒙一片 她并不能很清楚地看到宁宁的模样 如今并肩走在一起 才发现她许是哭过 眼眶运了浅浅的红 她不会安慰人 也想不明白身旁小姑娘掉眼泪的原因 虽然琢磨了许久 应该如何开口 到头来也不过冷声告诉她 若是有人让你不开心 可以告诉我 明明正然看她 听裴机云淡风轻的解释 似乎不太在意的模样 我会打架 她原本觉得有些压抑 听见这句话后 扑斥笑出了声 弯着眼睛问她 师弟 你平日里都是用这一招对付人呀 宁宁很少叫她师弟 如今却把这两个字 咬得格外清晰 多多少少带了点调侃的意思 裴机在心性上 坚韧得超乎寻常 无论遇上怎样的险境 受了多么重的伤 从来都可以默不作声地暗自承受 然而 在待人接物的处世之道上 有时候却又幼稚的个小孩 不会说话 更不会讨人欢心 出了事就打 其余时间默不吭声 连安慰人也是笨笨的 裴机皱了眉 头一回对这个称呼表现出了不满 我比你大 好好好 她把双手背在身后 借由灯光看清了前方的道路 拧着唇笑了笑 其实是我想起爹爹和娘亲了 我已经很久没看过他们了 修行之人超脱繁俗之外 寿命比寻常百姓漫长许多 因此常会斩断成员 不去刻意与父母联络 裴机没听出什么不对劲 滴滴恩了声 旋即迟疑道 你若是心念于爹娘 等稍有空闲的时候 她停顿好一会儿 把视线偏转到与宁宁相反的另一边 语气漫不经心 我可以勉强抽空 陪你下山 哟 还勉强抽空 那你还真是有够勉强 心里早就美滋滋了 成英冷笑着在一旁说风凉话 这么着急见岳父岳母 看不出来啊 裴小记 咱们还是要稍微矜持一点哈 其实不是下不下山的问题 宁宁轻轻叹了口气 转开话题 乔妍知道真相了 嗯 裴记道 不过胡族还有旧 我们商议好了 等密境打开 便将他们全带出去 乔妍那姑娘 多年来为了族包而活 得知自以为的族人们 尽是魔族使 必然痛不欲生 好在灵狐一脉尚未灭绝 让她多少能重拾一些残损的希望 村落并不大 两人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本欲打道回府 却不料天边陡然传来一声惊雷 宁宁茫然抬头 刚仰起脸 就被噼里啪啦的雨点 砸了个正着 下雨了 她还正正望着雨点发呆 袖子 就被猝不及防的一拉 脑袋上突然盖了层单薄的布料 原来是裴继从储物袋里拿了间外衫 搭在她头顶以后 一把钻住宁宁衣袖 带她静止走向最近的一处房屋 这边地处偏僻 没什么灯光 屋子因战争 只剩下断壁残垣 仅存的房颜狭窄的 只能遮住五人不到 夜色如流水般缓缓躺动 当宁宁向前看去 见到少年人模糊的影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当周围被黑暗全然笼罩时 裴继拉着她衣袖的手指稍稍握紧 引得宁宁又向前一步 怎么了 好一会儿黑暗里才传来培记的声音 和夜色一样沉闷 没事 进了残破的房屋 她便松开拧拧袖子 抱着剑走向角落 斜斜倚依靠在墙上 拧拧心大 站在不远处打量屋外的景观 秘境里应该许久没下过雨 土地均裂出了道道细痕 在雨水滋润下冒出透明的小泡泡 远处亮着一盏灯 只传来十分模糊的一点光亮 将雨丝染成浑浊的白 好像降温了 房子坍塌的只剩下一半 没有门窗和大半墙壁 雨水从前方刷啦啦鞋飞进来 宁宁被夜风吹的眼眶发酸 拢了拢身上的外山 转头望向培记 你冷不冷 她扭过头时 恰好自天边划过一道闪电 刺目白光照亮少年冷峻的面旁 宁宁有些惊讶地发现 培记正死死咬着嘴唇 脸色不正常地发白 这里四处游荡着魔族的惨力 她是受此影响 魔气又发作了吗 可培记身旁没有出现黑气 与之前几次的模样并不相同 宁宁只不过短暂看了一眼 跟前便再度暗淡下去 她心下困惑 忽然想起原著里几笔带过的叙述 培记儿时曾被娘亲关在地窖里 暗示逼则无光 再加上被灵虐而出的满身伤口 对了 原文的确说过 她时常会在睡觉时亮一盏灯 宁宁看见时 还对这个举动满心纳闷 如今仔细一想 培记她不会是 怕黑吧 又是一道电光闪过 站在角落的黑衣少年 察觉到她的视线 板着脸 把脑袋扭到另一边 她的黑发 被斜飞进来的雨水浸湿 身体果然崩得笔直 手里紧紧握着那把剑 宁宁猜出了个大概 在短暂地迟出后 向前几步 缓缓朝她靠近 培记不动声色地向墙角挪了挪 声线很僵 怎么了 我怕黑啊 她说话时带了点笑 像一阵风似的走到她身旁 携来轻轻柔柔的枝子花香 想和你说说话 宁宁怕黑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她还说过被灵姑晃得睡不着觉呢 成影贼兮兮地跟她讲悄悄话 说到一半突然恍然大悟地爆笑出声 陪小记 她不会是看出你怕黑 但又不想直接讲出来损你面子 所以用了这么一个借口吧 培记只想给她面门上来一拳 我不怕黑 她又往角落移了一步 这回彻底无路可退 来到了冰冷的墙角 只是不喜欢 宁宁微微一愣 这人的脑回路实在奇怪 她都想好了万无一失的借口 以此来靠近培记 不让她害怕 没想到她不仅看出她的意图 还当场来了出自爆 别扭地过分 她侧头望上一眼 见到培记侧脸棱角分明的轮廓 她大概是觉得不好意思 低头死死盯着墙角的地面 宁宁忍了笑 声音轻快地问她 不喜欢黑 还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 单独出门啊 她之前不过随口一说 现在是真有点怀疑 她之所以孤零零 站在黑漆漆的院子里头 是为等她睡醒了 哈哈哈哈 宁宁不愧是你 成瘾开心地满时海打滚 身体如同虫子扭来扭去 培记这臭小子 不但特意在门外等你醒 他还在你睡着的时候 悄悄戳你脸 培记闭眼深吸一口气 握见的手更紧了些 漫天暴雨稀释了所有光线 屋子里充斥着灰尘与闷热的空气 一道闷雷猝不及防地响起 宁宁心下一动 又望一望培记 他居然下意识皱紧眉头 手里的长剑悠悠一晃 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亲近一些 或许能像爱情电影里的男女主角一样 搂搂抱抱 可他总不能二话不说 就凑上前去 黑夜闷雷 狂风暴雨 空空荡荡的老宅和突然靠近的女人 这分明是不恐怖电影或法制纪录片 半夜回想起来能做噩梦的那种 气氛一时间有些凝固 忽然培记听见他的声音 像猫爪轻轻挠在耳朵上 培记 他恍然抬头 见到宁宁亮莹莹的眼睛 他似乎朝他勾了勾手指 神神秘秘的模样 你过来一点 见他露出困惑的神色 宁宁扑哧笑笑 我又不会吃了你 怕什么 于是 培记将这几倍 往他身边靠近一步 熟悉的清新香气 又一次笼罩鼻尖 他毫无防备 感觉头顶被盖了层东西 宁宁把那件外衫 重新搭在了他身上 培记想不明白他的用意 在布料里猛猛晃了晃脑袋 猝不及防之间 忽然察觉外衫被人掀起 身侧探进另一个小小的脑袋 宁宁和他一并站在外衫之下 单薄的布料摇曳下坠 挡去斜斜飞来的雨丝 在两人身旁围出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 只有他们两个人的空间 培记讨厌黑暗 也厌恶狭窄逼则 可此时此刻两者兼有 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 或许是因为不止他们 这里还多了一个宁宁 头一回有人陪在他身边 他们虽然没有触碰 却近在咫尺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充满了属于少女的温度与气息 将他全然笼罩 这样我就不害怕了 宁宁轻轻笑一声 我能知道你在旁边 他停了半晌 突然问道 裴记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 原本唧唧喳喳滚来滚去的成影 陡然顿住 一丁点声音都没再发出 你别想多 就 就是随便问一问 没别的意思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几乎被稀稀利利的雨声吞没 因为你好像很少和门派里的女孩子来往 我有点好 最后的旗子卡在喉咙里 宁宁说不下去了 不对不对 就算裴记和原助理一样打一辈子光棍 那也跟他没关系啊 他好奇个什么东西 这样一解释 反而更加奇怪了 宁宁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稀里糊涂问出那句话 一时间有些局促地红了耳根 下意识把外扇拢得更紧 拧着唇抬起眼睛 这一看 便不由地正然愣住 裴记的双眼 有黑深沉 正一眨不眨地望着他